早上好 欢迎收看沙巴新州日报 晨间新闻 在关注沙巴新闻之前 沙巴新州日报先欢迎大家出席在9月17日及18日 在亚币吉山打根举行的2022年新州教育展 现在让我们关注今天的新闻头条 沙巴进步党主席拿督杨德利认为 全国大选应与州选分开举行 才能让州内人民依据本身的需求和判断 投选出他们属意的执政阵营 杨德利在接受沙巴新州日报专访问时指出 沙巴才刚过州选两年 距离届满还要一段时间 州政府不急着解散州会 他表示 沙巴之前也曾经历过州选和全国大选分开 直至十多年前才重新配合 同步举行选举 但既然在2020年重新分开举行大选 相信未来还会延续下去 杨德利也是沙巴前首长及沙盟署理主席 他指出 沙巴首长兼沙盟主席拿都哈之之诺 早前已表态不会因为要同步举行大选 而选择提前解散州议会 相信哈之之诺继续坚守这个决定 杨德利也认为 国会选举是让人民投选 属意执政联邦政权的政党和首相人选 至于州选则选择执政州政权的政党和首长人选 两者有不同之处 他指出 全国有全国的课题 沙巴也有本身的课题 若国州同步举行大选 或会让选民对一些课题产生混淆 无法透过选票选出他们真正属意或支持的政党 换个焦点 冰南邦乡区村民饱受每逢大雨后必定发生水灾的问题 跑轰政府缺乏监管 更质疑泛婆罗州大道工程是导致水灾发生的主因 周三的一场暴雨导致冰南邦多个地区发生水灾 部分地区水深高达1.22公尺 众多民众家里的电器和家具都泡在水里 冰箱和洗衣机等皆损坏 损失惨重 他们也在再次要求沙巴首长拿都哈之之诺 周政府杰菲里及冰南邦县议会关注此事 协助受灾的村民 你有想象过小矮象在深夜闯入你的住家的情景吗 特鲁碧杆榜杆巴龙二村 在周一就遭遇婆罗州小矮象不请自来 在住宅范围内趴趴走 吓得村民不知所措 幸没有造成任何人受伤 肇事的野象相信是来自邻近的达威森林保护区 却走到村内一间独立式乡村屋子的院子里溜达 之后相信是受到周围人群发出的噪音 以及手电筒光芒惊吓 不一会就离开院子 往森林方向走去 野生动物局山大根区主任胡申慕英指出 该头野象没有攻击性 他是先在村子内游荡 过后听到巨响才受到惊吓 并误闯民宅范围 忙乱中一直寻找返回森林的路径 他相信野象因森林资源枯竭 才会走进人类村子寻找食物 实际上野象是上述甘榜的常客 该地点从前是野象的活动地 让我们把焦点转向山大根 山大根市区中央巴沙不关了 山大根市议会今日宣布 展颜市区中央巴沙关闭 供进行提升工程的日期 直至另行通知 这项消息让巴沙内855个当主 终于松了一口气 根据市议会日前发出的公函 市区中央巴沙将于本月19日起 无限期关闭以进行提升工程 所有小贩需在本月17日或之前清空摊位 宣扬爱国精神的辉煌条文车队 大家见得多了 不过辉煌条文船只游行 你未必有见过 内陆省的宝佛甘榜所杀一批年轻人 他们日前配合9月16日 马来西亚日的到来 特地把十多艘小船挂上国旗 沙巴州旗和其他州旗 从家乡出发 在巴达市和沿河尔下游行30公里 到达宝佛市镇 与众不同的方式表达他们的爱国情怀 就让我们欣赏他们的创意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您的KF祝贺全民马来西亚日快乐 沙巴星周为您报道